2021年5月10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家有小孩的不少家长 相信今早都乱了正脚 被气到炸了锅啊 说的是教育部今早临时通知全国各地 在教育部注册的私立幼儿园及私立教育机构 即日起马上关闭 直到6月6号 面对面的教学活动 一概不允许进行 而是改为居家教学 而根据全国幼教工会主席黄之平 截至昨天下午 幼儿园还是获准运作的 而家长今早也如常地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然后就去工作上班了 怎么知道教育部突然就下达了 这一道说官就官的指令 幼儿园业者也被杀个措手不及 也只好逐一联络家长 通知他们前来接孩子 可是要知道目前许多的家庭都是双薪家庭 父母都有工作 并不是随传随到 马上就能从工作抽身去接孩子的 就算接了孩子 那么事发突然不是说 要请假就请得到假的 孩子又该交友 谁来照顾呢 不少家长也跑到了教育部的官方脸书 帖子底下开炮啊 幼儿园是学前教育中心 是归教育部所管辖的 而托儿所则是归妇女部底下的福利局所管辖 那么根据福利局向福利局注册的托儿所是可以根据SOP继续开放运作的 但是在现实情况不少的幼儿园以及托儿所都是二合一在运作的 那么黄之平就说 该公会今早已经致函教育部 请求该部给予宽容 至少允许附属在幼儿园的托儿所继续运作 以支援家长克服没有人照顾孩子的困扰 换个焦点 我国冠病疫情持续严峻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就指出 我国在5月2号至5月8号之间 总共有136人死于冠病 每天平均19人死 比起上个星期 冠病死亡率是提高了43.2% 另外政府日前就公布了一份列出151个地点 名为动态融合识别热点系统 简称Hi的名单 名单所列出的都是推算 未来几天可能爆发冠病疫情的高风险场所 名单中的不少购物商场以及超市 也因此突然需要关闭三天 那么大马购物中心协会 大马零售商协会 以及大马连锁协会 昨天就发表联合文告 只有鉴于Hi名单的信息并不精确 就促请政府马上暂停公布更多Hi名单 因为这项名单将会对业者的形象 业务的恢复以及生存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那么科医部长凯利 今天在和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召开记者会时就说 政府早前其实是已经鉴定了多达1660个Hi地点 但最终为了避免恐慌 所以只是公布了其中的百多个地点 而这些地点都是属于大型的热点 那么名单内的地点都是根据潜在的传播数据而定的 那么阿汉巴巴也说在获取Hi名单的数据之后 Mind Sedatra也会向非密切接触者发出警告 以便他们能够通过Mind Sedatra里的健康评估功能 自我评估健康状况 如果感到不适就建议马上就医 另外执法单位也会通过Hi的数据来监督 并对任何违反SOP的人士采取行动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向槟城 槟城的三个线以及三个副线今天起落实MCO3.0 那么不少民众就疑惑了 究竟一辆车可以坐多少个人 是不是有10公里的限制 那么晚上几点之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外出了呢 那么宾州总警长沙哈布丁就回应说 根据警方收到的SOP 供车的人数是根据车型而定 就比如说一般的轿车是有五个座位的 那么就可以最多五人供车了 另外只要不跨线就能够在线内自由的行动 也没有限制外出的时间 另一方面东北县警区主任苏菲安则是提醒 进入MCO3.0 警方不会再给予宽容了 若民众没有合理的理由以及相关的信函 想要跨州跨线 警方就会立即开罚 今天的新闻就给你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